如果你杀了我 你们就再也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此话怎么说 十三年前 白老爷跟彰化奖 把我爹给他的东西 画在了一个地方 然后又让刘表奖涂上了漆 只有他们二人 才知道这幅画画在哪 所以白老爷才杀害了他们俩 但是我告诉你 即使你们现在找到了这幅画 也没有用 因为当初刘表将 在这幅画上用了一种特殊的漆 这种漆既可以防雨 防风 也可以防腐 要想把这幅画复原 你需要用一种特殊的配方 但不幸的是 这种特殊的配方 现在在我的手里 因为你的伙伴江卜头 杀害了刘表将的儿子刘天堡 刘天堡 双目失明的老母 为了躲避灾火 去了外地 临走前他嘱咐我 一定要为他的儿子报仇 那么作为交换条件 他就把这唯一的配方告诉了我 所以 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 就再也别想得到这幅画了 就再也别想得到这幅画了 我要撬开你的嘴巴 让你把那个配方吐出来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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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开门又能怎么样啊 我告诉他 我要见小田次郎 他把片源弄到哪儿去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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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叶敲门有什么事情 我要见你们老板 说我找他有事 我们老板已经休息了 也不带客 你告诉小田次郎 说我要见他 那不可能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来 对不起 我们要进去了 站住 你要进去我们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我能怎么样 秦夕 你们别关门 我们说完呢 秦夕 你别闹 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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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三更的 你跑到这儿来敲什么门啊 于泰 赶紧把他给我拖回去 是 拼人让日本人给接走了 我要见小田次郎 你一个女孩子假成何体统啊 于泰 拖他回去 我不回去 快 我不回去 你放开我 说 把那个配方说出来吧 我要是告诉你配方 我还能活命吗 双不双 我要看看你的嘴巴 是不是那么硬 你 你 啊 啊 啊 小田先生 他晕过去了 他简直是块钢铁 太着我害怕了 不要再折磨他了 把他折磨死了的话 我们的计划就落空了 把他看好 快 请不吝点赞 ylia 他是杀手 他去 折磨 Sign Duo 杀手 不得 nessa 上个村友 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捕快吧 承认 那你为什么对他就总是这么冷漠呢 现在他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和我爹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 我没有恨冷过 也没有不担心 有没有你心里清楚 你和我爹的这种态度 我就是觉得有问题 随便你怎么说吧 虚太 你不用逃避 我知道你心里有事 你一直都不肯告诉我 你如果仍然不肯告诉我的话 那就请你离我远点儿 我不想再见到你 秦夕 你不要再闹了 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是不是 是 那好 你走吧 看好大小姐 别让她到处乱逃 是 打 你 叶一尾 我 我 你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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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夫人 大少爷 二少爷 你们听好了 大夫人有旨 上房一师 不得有误 二夫人好 娘 您回来了 大夫人好 您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以为 这次我回不来了 要死在外面了 怎么会呢 大家都很着急 都很担心您呢 真的吗 坐呀 都坐 这次我要是真的死了 你们一定会很高兴吧 少群 你高兴吧 我高兴什么呀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你不是说 要是大夫人真的死了 那就太好了 那就天下太平了 你说了没有 我没说 你没说 你说了 你们哪一个听到我说了 我没说 你娘 你说的 是 是我说的 大姐昨天晚上回来 去了我那屋 你把我的话 你把我的话告诉她呀 对呀 是我跟她说的 为什么 我是怕大夫人知道了以后会发火 我就告诉她了 说你犯魂了 请大夫人原谅你 娘真的没有恶意 你把我说的话 跟着老母跟我说 她会张死我的 混蛋 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我本来想原谅你的 可你这混蛋开口就不说人话 我怎么原谅你 孙杉 在 把她给我拉出去 狠狠抽到五十鞭子 来人哪 就是她坏了我的好事 放开我 放开我 谁敢动我 敢叫 在家五十鞭 是 死老婆子 你等着 别我带着你 我饶不了你 死老婆子 要不是她坏了我的好事 我们现在已经在京城里游山满水了 你赶紧去死 大姐 求你给我点面子饶了她 不饶 今天老天爷来求情我也不饶 死老婆子 你打我 你给我打 大姐 她错了饶了她吧 你不要再打了好不好 打 继续打 你打 你打呀 你打呀 你用力打呀 我可舒服了我跟你说 我可舒服了 打 打 大姐 我求你了 你别再打她了 我求你了 死老婆子 这混蛋不打还不反了天了 大姐 就也怪了 早这么打早好了 打 继续打 打两下就行了 心也太狠了 叫外面先停下 大夫人有指 外面的停下来 是 你其实最大的 让我打 一样 肯定想要 丛善 在 他到底怎么说的 回答夫人 三夫人说 打几下就行了 心也太狠了 够奴才 我耳朵里塞鱼毛了 我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这么说 你是这么说的 我听得清清楚楚 丛善 他打你就等于打我 我本来不想收拾他 是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三狐狸 便日尸体那天 你有没有说过 大夫人要是真死了 那就好了 你说了吗 我没说 嘴硬 少初 他说了吗 娘 他说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 现在还想怎么抵赖 我真不明白 你们一个个的 怎么就那么希望我死 我死了你们能捡到什么 丛善 在 给我扇他 是 是 够奴才 你敢惹我 你活够了 大夫人 白家大院的鬼 就是李丛善闹的 我是亲眼看见的 李丛善跟王大棒子 在屋顶上一边喊 一边往下扔火球 换我的眼睛 换我的眼睛 李丛善 你说 鬼是不是你跟王大棒子闹的 鬼是不是你跟王大棒子闹的 李丛善 你说 你说 鬼是不是你跟王大棒子闹的 王大棒子 三夫人说鬼是你们闹的 从十招来 鬼大夫人 白家大院里的鬼是我们闹的 是 是我们闹的 是谁诛使你们闹的 是三夫人 是 是 是她 我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敢这么诬陷我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老三 你现在不要说话 你们大家听好了 我问你 三夫人 为什么叫你们闹鬼 给了你们多少钱 回大夫人 三夫人说 老爷活着的时候 您总是向老爷告他的刁壮 他恨大夫人 他还恨二夫人和二少爷 他还恨二夫人和二少爷 他让我们闹鬼 想吓死你们 出他心头的恶气 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二十两银子 我们该死 不该捡钱眼红 帮着他闹鬼 吓唬大家 大夫人 大夫人 我们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 请您原谅我们呀 大夫人 请您原谅我们呀 大夫人 二十两银子 大夫人 这明摆着就是胡说八道 不是我指使他们闹的鬼 不是 不是 不是你指使的 那是谁指使的 说 我不知道 说不出别人就是你 李丛善 在 路德在 拖出去给我打 看他什么时候招 出去 走 出去 走 走啊你 给我狠狠打 打到他招为止 大两下子就好了 别打坏了 问他招不招 别打了 我招 小狐狸 细皮嫩肉的 难怪老爷喜欢你 说 说 鬼是不是你闹的 是我 好了 现在终于弄清楚 鬼到底是谁闹的了 我帮いる 看什么 2 他uste 走 开 planets 快走 呃 很容易 你从来就不担心秦昕跟聘元走在一起吗 义父 我相信秦昕 他不会的 你真这么相信女人说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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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死老婆子把我害成这个样子 怎么样啊 我来帮你 不要过来 我自己来 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你不要误会我 我没误会 我没误会 你一片好心吗 我知道 我真的是一片好心哪 我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我说了我没有误会吗 你别说了可不可以啊 你知道我是为你好 你还对我发皮吗 你缴 不 你 这 魔不 谁 就 我 不是 我 我 你 那 我 老婆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那么心狠手辣 他把我打成这样 你每次不是坑我就是害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白少君最讨厌的 就是最亲的人伤害我 从今天开始 你别再对我好了 我不需要 而且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娘 我也不再是你儿子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跟大夫人爱怎样就怎样 不过如果你们以后再敢欺负我的话 我一定饶不了你们 出去 出去 你没儿子 你儿子死了 我儿子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办 我儿子 慢慢喝 还疼吗 喝一口吧 你真不该惹这些事 就算你看到了 你也不该说出来 你不该承认的 从现在开始 你要注意了 什么话也别多说 你知道的事 放在肚子里就好了 说多了 你还要受苦的 你是一个女人 管那么多事个忙 少主 谢谢你的忠告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我是真的对你好 是 我听出来了 你是真的对我好 我又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 你真对我好 我还不知道吗 你这话 味道怎么那么怪 你要听什么样的话 才觉得味道对呀 三娘 我娘问我 我不能对她撒谎 我知道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三娘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现在阴阳怪气的了 我变了吗 是我变了 我变了 三娘 你好好休息 多保重 说别人一样怪气 他才一样怪气呢 三夫人你对他这么好 他竟然在大夫人面前 指证你说大夫人的坏话 这世上最能看清的 就是人心 他竟然在大夫人面前 进那个茶馆 走 上来 你看这边掉点水 这么着不是个办法 你们几个听好了 你们去市场 其他几个人 去老爷庙方向找大小姐 无论如何要偷他回去 都打人说了 对他狠点不要紧 明白吗 明白了 我 二位请问要点什么茶 随便给我上最好的茶 去吧 好嘞 稍等 李从善 我告诉你 要是敢不老实 看着我这把刀了吗 要你的命 先生 你放心 我老实 我老实 你去那边搜 是 你跟我来 到楼上搜 李管家 请喝茶 就如没有 走 是 你们都去什么地方找了 大人 县城里大街小巷 我们几乎都找遍了 没有找到大小姐 你们接着去找 继续找 是 现在看来 要找到秦昕 就非得要找到聘远不可 秦昕毫无疑问是解救聘远去了 可是 我们应该去哪找聘远呢 小天子郎 要是敢动秦昕一根汗毛 我就要了他的命 李从善 你昨天晚上见没见过 安大人 安大人 我没见过 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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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 见过 在哪儿 什么时间 昨天下午有时 我到春香楼玩 我和彩凤正睡着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着 安大人却进来了 也拿这个 问了我几个问题 突然门一下就开了 见了几个蒙面人 他们也拿着刀 安大人就和他们打起来了 我趁热就溜了 后来的事情 我就不知道 那那些蒙面人是什么人 你知不知道 蒙面人 这我哪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那你去给我打听打听 那你去给我打听 打听 打听 我上哪打听 我也打听不到啊 你去把川岛或者小田次郎 骗到我这里来 我自己问 好好好 我这就去找他 我这就去找他 我一定把他们骗过来 让你好好问问 安大人的下落 李从事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 不用说我日后饶不了你 三日内我定要你的狗命 先生你放心 我哪敢跟您耍花招 你放心 我一定把他们骗过来 一定把他们骗过来 小田先生 骆大人和玉捕头光临寒舍 没有在此恭候 实景实景 请坐 请坐好 谢谢 小田先生 许久未见 不知贵商社近来生意如何 托骆大人的庇护 生意还好 骆大人 欲不偷 二位亲临寒舍一定是有何见交 是啊 近日我县屡屡发生治安事件 不得了 我依然是白家的大夫人 闹失踪 不过 昨天晚上已经安全回到家里 而昨晚呢 我们京城来的安大人也闹失踪了 不知道小田先生是否有所耳闻呢 对不起 陆大人 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日本东盛诸事会社在桂县 就是做生意的 其他事情我们都很闭塞 也不想知道的太多 那好那好 桂商社一向是守法经营 口碑上家 只是白家那起命案 安大人一直怀疑与你们有关 叔洛某直言了 不知道会不会是你们的人怀恨在心 而劫了安大人 洛大人 安大人身为赏金猎人 怀疑我们是理所应当 我们不会因为他怀疑了我们 我们就对他下手 第一 我们在大清做生意 惹了朝廷派来的赏金猎人 那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第二 我们日本人不会那么没有度量 怀疑我的人 就是错抓了人 只要是没有恶意 我们都会谅解 如果洛大人不相信我 可以搜查我的商社 要是搜出了安大人的话 我甘愿服法 任凭你们制裁 绝无怨言 既然小田先生都这么说了 我也没有再怀疑的道理 但是我今天来到贵商社 还有一件事要生意 在下的小女 莽撞任性 现在正四处寻找赏金猎人 如果因此冒犯了阁下 还望阁下高抬贵手 不要与他计较 我骆某人 也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绝对不允许她受到任何的伤害 还望小田先生能够理解在下的苦心 多谢小田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猎人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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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雅香茶楼 雅香茶楼 慢慢说 发生了什么事 有个年轻人 他哪都逼着我 问安平远的下落 我哪知道安平远的下落 他好像知道是你们干的 他就让我来骗你 还有川岛先生去茶楼 他要亲自问你们 安平远的下落 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穿着普通的衣服 个子不高 挺秀气的一个年轻人 川岛 你马上带人去把他给我抓来 我想看一下这是什么人 你 登陆 他就 登陆 他来救命 你 这总算 他来救命 他智工 还在这里 他来救命 他 这侧 你 Cena 走 他来救命 我侧 他来救命 你 这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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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人去那里 严密看守安平远 千万别让他救走了 但也别伤了他 如果伤了他 骆大人不会放过我们 去吧 走 李宗山 在 在 安平远和骆秦 为什么会盯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一定是露出破绽了 我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快去衙门给我牵匹马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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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些日本混蛋 竟然想出这样的办法来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屁元 快醒醒 秦夕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跟我走 放开 别跑 别跑 走 走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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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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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我还能活下来 你等等 我去给你找点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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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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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